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汽车 今天我是来试驾我身旁这台2021款的长安CS75 Plus 其实说到这台长安CS75 Plus 它从去年推出以来确实从销量上是实打实的 助力了整个长安CS75家族的一个销量增长 在今年的7月份 整个CS75的月销量已经突破了2万台 已经直逼了榜首的哈佛H6 确实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产品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从外观方面 是大家认可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首先这个外观是我们国人非常喜欢的 它在本身就比较大气 比较魁梧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很多运动化的元素 首先是它魁梧的一面 进气格栓非常的硕大 整个前脸的视觉冲击力很棒 同时在车身长度上 其实相比其他的一些竞品特征 在车身长度上它是有优势的 这就为它的整个身材身形 带来了一定的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去看到细节 像是前中网这种S的小logo 包括这种红色的视条 以及侧面也会有S的logo 和这种红色视条 以及尾部比较夸张的那种导流板 下面还有双边共四处的真排气 这些都是它对于运动化的营造 整个外观我觉得是 既能够满足年龄偏大一些的消费者 同时又能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欢 所以它的成功外观肯定是逃不开的 这次2021款的长安CS75 Plus 在本身就比较好看的基础上 在外观并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动 唯独是增加了一个叫做原子灰的车漆颜色 比较遗憾的是 我们这次并没有拿到那台车的一个版本 所以我会贴几张图片给大家去欣赏一下 整体感觉视觉效果还是比较好看的 相比于这种传统的之前这种比较流行的水泥灰 它会颜色稍微偏淡一点 配合上熏黑的中网熏黑的后视镜等等 这些元素显得确实还是比较好看的 能够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那么来到2021款长安CS75 Plus的车内 你会发现整体基于内饰设计层面和现款的车型 还是没有太大的差距 视野真心是两块硕大无比的液晶显示屏 同时形成的一种连体式的设计 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设计手法 为整台车内的一个科技化的感觉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它在上方这里也设置了一个比较长的小帽檐 包括说你可以看到它中控屏的这块屏幕 也是会稍稍向主架这块倾斜一点 这就能保证即使在光比较强的情况下 我们去读取两块屏幕上信息也比较的清晰 另外Transit S75 Plus其实有一个比较亮点的设计 就是在于它的仪表盘的左侧 它还会有一块小的控制区域 这部分会将一些灯光的设置 包括说车道偏离预警 陡坡环境等等这些功能的按键设置在这里 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手机的副一屏 就是在主屏幕的左侧会设置一些快捷键 其实正常使用的话是比较便利的 因为它都是基本上和价值相关的一些配置 同时我们在调节的时候 其实视野是不用太离开前方的 这一点是比较便利的 但也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方向盘 其实正常情况下是会稍稍的有点遮挡整个一个图标的 会遮挡到两到三个图标 其实我们还是会需要稍微偏一点去看功能区的按键 但总归来讲 我觉得这个设置也算是它比较有特点的基础了 此外整台车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于它的配置水平 首先现款的长安CS2 Plus 很多车主都在吐槽的是 基于它的车机系统会比较的卡顿 包括它的360全景影像 虽然在顶面车上也有 但是清晰度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在2021款这些问题统统都有了一个升级 首先是它的车机里面的芯片是进行了升级 包括全景影像 它的清晰度会更加的高一些 此外也是支持这种3D的模式 同时还有像是无线充电这些配置也是进行了一定的下放 包括说在车内的一个氛围的颜色上也增加了黑色的一个内饰 其次还有就是它会有一套APA的驳车辅助的一个系统 目前APA的驳车辅助其实也是有再一次的升级 它目前已经是支持我们可以通过钥匙 即使在下车的情况下也是能够正常的停入到车内 这就能保证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很窄的车位里面 然后可能通过泊车辅助也会有这种上下车比较困难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先把车停到一个它识别出来的位置之后 然后下车用钥匙来控制整个车辆倒入车库的一个情况 就整体一个便利性会更加的好一点 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2020款的长安CS75的首批车主 其实还是挺期待这些升级的 我也去为大家去询问了一下长安那方面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针对于老车主首批车主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政策 但目前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正式的定下来 我觉得他们对于老车主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考量 或者说补偿或者说升级也好的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期待一下 尤其是这款2020款长安CS75的老车主 当然作为一台紧凑级的SUV车型 它的储物空间包括说驾程的空间以及舒适性 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首先在前排我们最常用的梯子区下方这部分区域 我们刚才说了在这里它是设置了一个无线充电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线充电位置相对会比较的局促一些 尤其是像我这种iPhone的10 其实放在这里其实余量还是会有的 但是如果我觉得再长一点的手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空余 甚至说会不会存在有过于大的手机放不进去的风险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实际拿自己的手机去到展车 或者去到4S店去亲自的试一下 但总归来讲我觉得这个配置相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 还是比较喜欢的 再往后看会能看到两个杯座 同时里面也都是带有纤维器的 如果你不用的时候这里还会有一个隔板可以推上去 中央覆车采用了这种对开式的设计 里面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是这种花露水包括消毒液都可以一股脑的扔进去 里面还会有一个出风口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把饮料 矿泉水放进去就可以喝到比较凉快的饮料了 其次就是整张座椅 你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时下比较流行的这种 类似于赛车化的一体式的座椅 但是整体一个舒适性 尤其是在包裹性方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坐垫的填充稍微会偏硬一点 一会咱们去后排看见它的空间表现 OK现在是来到了这辆车的后排 首先基于空间层面 我的身高是1米88一个比较高的身高 然后前排已经调整好了我的一个驾驶位 可以看到其实腿部还会有个一拳两三直走的空间 相对还是比较阔绰的 因为毕竟这台车的一个车身长度 包括轴距在数据层面 确实是它领先同级别对手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在腿部空间方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同时在头部空间方面 虽然我现在的头发已经扫到头顶 因为毕竟我身高是比较高 但是上面一个硕大的全景天窗一直延伸到了我脑后的位置 所以居整台车后排的一个开阔感或者叫这种开扬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不会觉得有任何压抑的感觉 同时我最喜欢的是这台车的后排座椅的角度调节幅度是非常大的 现在还不是一个最直立的状态 如果我再往前调 其实它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垂直 甚至是有点往前轻的一个状态 显然这种就不是为了去后排乘坐的一个表现了 是为了去扩展整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表现 如果说我们将整个座椅调节到一个最躺的状态 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坐姿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如果说长途驾驶的话 我觉得乘坐在后排确实是比较的惬意 包括你会发现整个后排的地板几乎是一个纯屏式的设计 即使后排满载坐三名乘客 中间乘客坐在这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拥挤 然后三个头枕也是一个不少的 中间这里还会有一个中央扶手比较的宽大 里面还会有两个背座 所以说基于整台车的后排在功能性拓展性以及空间层面 确实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座椅填充确实相比起它很强劲的那位对手 就是常见位于榜单的哈佛H6 在后排座椅的田中上是会稍微偏硬一点 那这就是基于整台车后排的一个状况了 那么一会儿咱们赶紧把车开起来 跟大家聊一下它的驾驶感受 那么把这台2021款的长安CS75 Plus开起来 其实你会发现它的实际表现和现款 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基于整体动力方面的硬件和现款的CS75 Plus 并没有做出一个改变 那首先是动力系统会分为1.5T匹配爱信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以及2.0T匹配爱信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同时还会有1.5T匹配手动档的版本 但那个肯定是一个不太主流的配置水平 那此外我们这次试驾到的是一台2.0T加上8IT的版本 它能够输出最大功率为171千瓦峰值扭矩360NM 其实通过数据上的感觉你会发现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实际表现它还是走这种非常沉稳非常平顺的路线 所以你实际开起来还是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激情澎湃的感觉 还是你追求这种稳健平顺 那与此同时它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的驾驶模式 包括了自定义Eco Sport Normal等等 但即使我们调到最运动的Sport模式 它整体给我们的感觉也并不会太过于激烈 包括说它的变速箱的降挡也并不会特别迅速 以及说发动机转速拉高的这种时间也会比较的长 没有像很多车型转速拉高的比较快 所以你实际开起来确实会感觉这台车的动力稍微稍微有点孱弱 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基于这台长S2 Plus的一个动态方面小小的劣势 相比于其他的一些竞品车型 那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其实开起来整体一个形式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首先是在于底盘方面 它是采用了前Map Engine后多连感的一个配置 其实也是在我们自助品牌的紧凑机SUV里面来讲 比较主流的一个配置水平 整体调校呢并没有朝着一味的舒适化 还是会保留一定的硬朗的感觉 整体感也是比较强的 那同时配合上它的一个轮胎 是用的一个胎比比较厚的轮胎 是五五的一个扁平比 所以对于整体一个路面上的细碎的过滤 还是比较到位的舒适性能有一定的保证 实际开起来确实底盘的这种感觉 还是会稍稍有一点高级感的 还是比较舒适的 包括说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它的MH方面表现 其实对于整个发动机方面 首先其实我们在正常巡航的情况下 并没有太多的噪音介入 那其次风噪在低于80公里每小时时速以内 一直也是比较到位的 唯独是整个路噪会稍微明显传入到车内 但也绝对不会影响到车内乘客的一个正常交流 所以说这台车的动力 其实总结一下你会发现 它似乎并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个性 但反而就是这种没有一个鲜明的个性 就使得它能够适应很大批量的一部分用户群力 也就能够为它的销量带来一个很长足的保证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从大方向上来讲 这台2021款的长安CS75 Plus 并没有做出一个太过于跳脱的突破 首先是它的科技化配置 还是它比较主力的地方 其次就是整个外观内饰的这种豪华感 精致感的营造依旧是非常到位的 虽说从产品的一些细节地方 尤其是我们刚才在车内说了 它的配置是有所提升的 包括一些之前在顶配上车型才有的配置 也是有所下放 性价比确实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它的一些主力很强劲的竞品 比如说比亚迪宋Plus 或者说哪怕是哈佛H6 有这样的一个神车一般的存在 它们也都在今年相继完成了改款 以及说换代 所以从产品力的角度来讲 这台车的小改款幅度 似乎升级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基于产品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这绝对是一件利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选择会变得更多了 其次我们的产品也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尤其是我们自主品牌的产品 真的是会做得越来越好 这台车和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竞品车型 到底应该怎么选 后续我们天天汽车会带来持续的报道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